中国女星齐薇在2014年与男星李承炫结婚后 育有一对儿女 家庭生活幸福美满 第日齐薇在综艺节目中 分享在生下二胎的前十天 走在前往餐厅的路上时 没发现前方有一个小台阶 导致她不小心危了脚 由于即将临盆身体太重 七薇没办法马上找到平衡感 只能蹲坐在地上 一旁的大女儿Lucky被吓得脸色都变了 这时同行的陈小春反应迅速 立即从后面把七薇拖起来 之后便紧急送往医院 检查结果显示七薇的腿摔折了 甚至在坐月子期间 只能在轮椅上度过 所幸最后儿子平安无事出生 对此七薇表示 十分感谢小春哥的快速反应 才能让儿子平安出生 陈小春的男举也获得网友们大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